我的意思 好 大家好 弟兄姊妹平安 高兴 我又回到这里 已经可能一年前 我可能是一年一次站在这里 所以有多人的这些朋友 也不认识我 但是 很感谢你 我在祖里面都是家人 今天我就想我就不站在这上面 觉得在这里上面比较孤单 这样我想坐下来 而且我想在下面讲 可能大家听得比较清楚 比较靠近大家 今天我们台湾短宣 因为我们感谢祖 我们又完成 今年我们的有两队 大家可能比较清楚的话 是第一队 这是7月12号到19号的那一队 到台湾中府 第二队的话是19号到26号 在台湾的满洲 等一下我会有地图 大家可以大概知道地图在哪里 第一队呢 第一队呢 我们有十位 十位 这里 是 Tim Tim 五四楼 他们一家 其实我们总共十位的话 可以算作有四家的代表 一家五四楼的话 有四个人 他们一家四个人 第二家是王牧超 他们一家 三个人 第三家呢 这是Michael 王牧师 他们就是Moses和Michael 两个人 最后呢 这是我代表五家 所以看到你说 四三二一 我们总共四家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队次 12号到19号 在中府 这个是我们 在中府 那是我们的group patron 一起来的 在十五号二十六号呢 我们就是一个combined team 就是我们KCCC的 就是有我跟美满一家 还有Tim H 这个是 一个皇帝修 他跟Innis 是Church 他们两个以前是在Westford的学生 他们一起 所以 看到 这个是chapel 是在St. Joseph的一个 美国教会 他们 Jenny Lia Brandom 这是书恩奇奇 这是Tim 所以他们 我们 一起在晚中 一起 今天的分享 我们Kalanda 所以 在中文堂 就是有我们这几位 一起来分享 英文堂呢 就是有我们这几位 我们分开 因为人数比较多 所以我把它分开两对 OK 但是呢 因为有些 他们来不及提供 他们的video clip 或是powerpoint 所以 我就 有一点调整 本来我准备好是 我可以全讲 我也可以半讲 所以我就是看时间来投配 好 就开始了 现在就是正式我的分享 我的分享会分有两段 有A跟B A的话呢 就是有CINOMF NBSU E4B V呢 就是SDNV GNVLV C OK 就是像大家知道 在美国联邦政府 很多这种FBI CIA 在宣教机构 在宣教里面 也有很多这样子 这种hypernames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 那是代表什么 第一 A呢 我们再讲说 CIN就是China Inner Mission OMF呢 就是Oversy Missionary Fellowship OK 好 怎么会提到这里呢 其实差不多两年多前的时候 我在这里当中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我跟OMF的关系 OM的全盛是CIN 就是中国的内地会 内地会是戴德森 戴德森他所创立的 他是想说福音的话 那时候宣教史实际上 都是在中国国内的沿海地方 他认为福音的话 应该往内地 所以他创造这个内地会 但后来那个 中国变色 中国变色 共产 红色 都不不让 在那边的宣教士 很多宣教机构就被踢出去 包括内地会 所以内地会那时候 他们都 后来设立他们的总部在新加坡 他就改 名字也改了 因为他已经不是在内地 中国的内地 所以他们改成了 外基督使团 OK 好 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 我跟我的另外一半 我们就一直感动 想是说 以后我们退休以后 要做什么 我们想说 后来我经过几年的 在观察 跟一些 跟 跟 一些 一些 跟 跟一些 他们的宣教士 谈了一下 他们的鼓励我 说 申请OMF 所以在 2012 2010年的 4的时候 我们就 提出我们的 Applications 那 2011年的时候 我们被接受 我们被 去Accept 当他们的 成员 当他们看到 我的 经历 我的 履历表 我的一些 App官的话 他是说 Christopher 你应该去 跟这个人 谈一谈 那个就是 后来是 我的 可以说是 我的Director 他跟我谈了以后 他就 邀请我 参加了 MBSU Mission of Business Support Unit 我想 这里 我就很快的 跳过去 以前 两个人 我跟家家 在这里 有简单的介绍 什么呢 是Mission of Business MBSU 在很多宣教机构里面 Mission Agents 他们都 最近几年 他们都会有这种 关于Mission 跟Business 的 这种的 Entity 主要呢 因为很多这种 像 回教国家 共产国家 我们叫做CAN CAN 就是Created Assets Nation 创起 国家 普通宣教士 就是他们不能正 用Formal way 这样进去 因为他们拿不到Visa 他们那些国家 不会根本就不犯理这样的 所以他们就要用 比较有Creative way 进去 所以很多宣教机构 他们现在就叫做Bang Bang Bang Business and Mission Business Assess Mission 这是一个Platform 他们就是 比如说去那边做Investment 做经商 或者是去教书 去做医疗等等 这样的话 有震荡的职业 这样进去 但是呢 在我们OMF的话 我们叫做Mission of Business 因为我们把Mission 放得比较Briority 虽然我们也是去 去做Mission 但是我们组织要 用Mission come first 所以OMF也有 关于Mission的这种组织 在很多 因为普通宣教士 不能进去的地方 但是很多 我们说这种宣教士 他们的圣经能懂 他们的神学业毕业 是Bible College 这个没问题 就叫圣经 做传福音 都什么 但是呢 如果说他们进去 做一个生意 或者是做一些 其他Operation 他们一窍一窍 所以我们想说 在拆转机构里面 需要一个帮助 所以在OMF 我们叫做MBSU Missionary Support Unit 我们会给他们做 analysis 分析 跟他们 教他们 做他们的 consultant 做他们的 resource 做他们的support 这个就是 where we come from 所以 使用在OMF 我们 这几些examples 可以看中间 有一间商店 所以后来呢 我们慢慢的下来 把它改了 现在叫做Marco Marco 这是一些照片 它是一个cafe 的餐馆 比如说 这里呢 有一次我们还有 是中 Coffee Coffee Beats Coffee Beats 或者养鱼 所以虽然这个Missionary Business 当然知道 OMF 开始是从 主要是在 China 中国 是 内地会 但是呢 现在不只是说 只是在中国 大陆 大海 跟其他地方 而且我们的 一些Business Platform 也很管 很管 很多东西 好 为什么又最后有个B4B呢 英国超两年前 我们发现是说 因为很多这种宣教机构 我们就是 Long Profit 另外是说 因为很多也是在 西方国家 我们有 像美国 还有IIS 他们都看说 你的奉献的话 你的Tex Digital 的话 你这个 Profit 不能就是去做 Run Business 不能有Profit 不能有Revenue 还有些Regulations 的问题 还有一些 Legal的问题 所以 在 快两年前 我们 OMF的话 我们就 肯定的 spin out 所以MVSU 我们现在就 自己单独独立 一个Entity 所以 过去一年 我们就 开始设立 叫做B4B 想到 叫做 Business for Brexit 因为你想借着 我们在做 经商 Business方面 我们可以去住 你的家 所以 这个是我们的Website 如果 你自己 你自己 可以上网的话 这个是一个 成立的 合法的 在美国的 一个 incorporate的 公司 这样 我的角色 在那边 你就是 做Consultant 就是 当然 什么需要的话 或者是 关他们 OK 好 那个就是 PAC A 简单过去 所以大家很了解 小说奇怪 这个 Christopher 两年前说 是要参加OMF 那怎么 整天还留在这里 跑步 还不走 其实 我 因为做MVSU 很多的话 我们就是靠 communication 做Consulting Email Sky 这方面 那 我来的话 我出去跑一跑 但是 这是很短时间的 OK 所以 接下来 我可能也是这样 我参加MV M4Me 也是一个角色 就是这样 但是 因为 我不是24 24 7 这是一个现角色 但是 我们 还是想说 以后 真的 我们退休以后 我们也是会 在做其他的事情 回到TOP1 STMVGMELC 2005年的时候 KGCC 感谢神 我们第一次到海外的宣教 那时候到香港 05年的时候 我带队那时候 我们12个人 一起去 12个人的话 耶稣有几个门徒 12个门徒 那时候 耶稣在香港 也有12个门徒在做宣教 2005年以后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想继续 我们觉得 做短宣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 跟台湾的福音 步道团 就是Trileach God's Mission 简直叫VGM 我们就一起配搭 在那里参加他们 暑假的园会 叫做Bailin who can 双移 双移 双移是哪个原因 就是普通话跟英语 这两个双移 主要是给乡下的小孩子 好 这里就是乡谷他们的工作区 这个台湾 大家知道台湾在哪里 好 刚才我讲过 我们第一期这礼拜 我们是在中午 中午是在这里 是在嘉义 嘉义的中午 第二个 反座是台湾的最南的下面 反座工作区 是在屏中午 过去这几年来 从06年到现在 我们的港训队 感谢很多人在参加 以后大家也可以考虑 这些团队的话 我带了这些团队的 每个team的照片 他们的post 我们都post 在那边的墙上 大家可以去看 墙上那些名的 如果你要你的照片在上面 你是要参加 那是要参加台湾的 好 今年的话 双语言的film 就是《十字路口我不怕》 这个是他们打来报 这是他们的宣传 这个是给小孩子 他们的一些客 12号到19号 我们是住在 中普的福音中心 附近就是他们的小学 这是小学要进去的外面 中普博民小学 我们跟台湾的一些大学生 一起搭配 我们完毕以后 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大的卡片 他们给我们的祝福 还是意义不少 等一下大家可以听到 其他的短线队员 他们的一些 他们的个人的分享 他们的经历 OK 19号26号满洲 这是满洲教会的同工 那个是我们在中学 刚才是小学 我们 这个第二提示的话 是在中学 这就是满洲的国民中学 这是他们的学校 也同样的 这些我们的队人 好 大概想说 我今年 我去的暑假 差不多两个半 快三个月 就只有两个礼拜 其他我在搞什么 其实我不是去那边度假 不是 在接下来八月的时候 我还是在香服里面 各种的服饰 第一次 第一次是参加暑假体验宜 你想说 暑假体验什么呢 这个他们是香服的一个program 主要是给神学生 或是在职的working professional 跟他们同工一起组成个队 在今年呢 我们是在台南学甲办一个体验宜 主要这个内容呢 我们是半天的儿童银 那再来的话 我们到去做探访 就是街上步道等等的东西 就是可以体验到说 你到乡下去 没有福音的地方 你怎样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甚至你就是要去 吩发那些气球 然后再来有一个礼拜呢 我是跟 就是到过沟 台湾过沟 那边他们办了一个音乐 音乐会是给教会的青少年同庆 那时候有七个青少年同庆 我们两个下午音乐会 还有这个是给香服的工作区 刚才看到很多工作区 十几个的他们的Youth Group 在高雄办一个青少年同庆 这次的题目主题就是 艾亚不得了 大家从题目可以听到 大概可以猜到 这个内容 是这样子 好 那在最后八月底的时候 刚好他们东时的教会成立 刚好不是说成立 应该是说他们的教堂建立好了 所以叫做从旧的堂 要搬到这个新堂 所以我就是有机会 也可以去经历到搬堂的经历 所以让他们搬到新的地方去 这里 在基督教论里面也有一个报导 管理堂介绍这个教堂过例 我想因为实践关系 他们有一个 现场是刚好一个礼拜前 有一个影片 这里差不多有五分钟场 这样我就skip掉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阿姨 前面的一个 这个有声音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声音 但是就要再来看看 他的一个小小的很短的powerpoin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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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